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主持人許曉雯 我們要持續的來關心 就是花蓮強烈地震的一些相關的最新狀況跟情形 我們知道在這次的花蓮強烈的地震當中 有四棟大型的建築物 大家都看得很明顯來倒塌 同時到現在為止 已經造成十個人死亡 那當然還有一些人失去聯絡 正在持續的搜尋當中 特別是雲門翠堤大樓的這一棟大樓 目前的搜救行動還持續在進行 那當然在這一次的強烈地震 特別是花蓮地區 在這段時間還一直不斷地有一些的餘震 大小餘震出現 像今天的在花蓮極安 另外還有一個淺層的地震也出現 那目前面對這樣的狀況 花蓮人當然有一個人很害怕 讓他們說一滴海一滴海是不是 還會有大地震 那當然其他地區的民眾也會擔心說 這一次的地震究竟就是地震 還是因為斷層所引起 那當然這個建築物島 他的狀況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是真的純粹是因為地震 還是跟建築的結構設計 還有些人為的因素也有關係呢 我們今天請到了學者專家 跟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首先我要介紹的是坐在我左手邊的第一位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所的教授 李錫提 李教授 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紹的是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俊玲 吳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地球公民基金會 顧問蔡忠岳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首先要來看看最新的BCR 來了解一下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收集進度 週四凌晨兩點五十一分 徒手開蛙 拉出一具中國籍女性一體後 週四三五十一點多 再度巡獲離院工作人員 將正常遺體搜救人員表示 搜救過程中因為聽到手機鈴聲響起 循著細微的聲響才找到遺體位置 我們挖掘大概兩米多的深入 大概在四點多的時候發現他的頭髮 手機是有響的 因為他的手機鈴聲是有持續的在震動這樣子 發現說他的手機在響 雲門吹提大樓最新的搜救進度 由於聯繫上兩名失聯的住戶 截至下午四點 失聯人數從十人 下修為八人 而死亡人數六人 大樓後方二三樓因擠壓破碎 尤其二零三房四大一小 五名中國籍旅客 依舊無法得知生命跡象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搜救行動持續進行 但大樓傾斜嚴重加上餘震不斷 只能利用小型機具或徒手搬運的方式 救援難度很高 總統蔡英文也二度前往現場視察 瞭解最新的搜救進度 協助受災戶重建家園 記者黃瑞張子佳 花蓮報導 其實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了花蓮地區其實是震不停 昨天晚上又發生了規模五點七的地震 那今天上午也是餘震不斷 那當然民眾會擔心說是不是還會有一些大規模的地震會發生呢 當然氣象局也有氣象局的做法 我們來看看一個最新的PCR 花蓮規模六點零強震後餘震持續到八號傍晚為止 累計餘震兩百三十五起顯著有感三十四起 其中七號晚上十一點二十一分發生規模五點七餘震 是目前為止最大規模餘震 氣象局地震側報中心分析 這一次大地震確實衰減的過程比較慢 有大規模餘震的發生反而有助於能量釋放 能量的釋放過程當中有大的餘震發生 我們認為是一個好的現象 五點七規模的餘震 就等於一個四點七規模餘震的三十倍 六號深夜規模六點零的主震發生之後 可以看到餘震發生的地點一開始多在近海 七號晚間十一點多五點七餘震之後 部分震央在陸地接著也發生在海上 有逐步往西南方向偏移趨勢 發生頻率稍稍減緩 氣象局認為目前餘震震央出現在主震附近呈現跳躍式 沒有外界擔心往陸地移動的跡象 另外對於有學者認為 部分餘震是米輪斷層錯動導致 氣象局表示依照過去經驗 米輪斷層錯動引發的地震震央 都是離海岸線較遠的外海 目前觀測的餘震都接近花蓮市區 但也不排除這次地震序列 會引發新的地震序列 米輪斷層在外海的活動 依過去的歷史來看 它有多起規模超過六以上的地震 如果地震模式改變 引發另外一個地震序列 那就有可能會有更大的地震發生 氣象局表示目前為止 餘震頻率規模還在正常範圍內 但規模五的餘震還是有可能發生 民眾要做好防災準備 記者徐阿林堅台報導 到底這次的花蓮強烈地震之後 還會不會有更大的地震產生呢 可能是有很多的民眾心裡 都在擔憂害怕的喔 我們來看看 對於氣象局的說法 比如說它這個地震的這個地震 序列還在發展當中 能量還沒有完全結束 這跟以往很不一樣 未來不排除有更大的地震產生喔 那李教授您自己說的是說 週日開始是群震之一 由於靠近 正央靠近板塊的交接處 才會讓規模達到六點零 規模要達到八點零的地震 要位在板塊的交接處 所以未來可能有群震 但是不容易再有這樣子規模的地震 那另外呢我們也看到了 在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 張文彥 他說這次是雙主震 那在禮拜天那天是五點八 跟禮拜二規模六點零的地震 會再發生更強地震的機會小 但是未來三個月內到半年內 都會有餘震 那我們看看就不同的這個專家 當然對於這個地震 從不同的角度都有各自的一個研究方式 那我想要先請問李老師 李老師 您覺得說不太容易再發生這樣規模的地震了嗎 民眾可以稍微安心一點嗎 是 我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是四號到六號的那一群地震 這群地震主要就在六溪口這一帶 然後到了那個六號的晚上 接近凌晨的時候呢 那來了一個規模六點零的地震 那這個地震之後接著就是一系列的移震 你看看這個移震的分布 整個就往南移 甚至在華蓮市區都有移震 那今天早上在吉安鄉 還有一個四點多的一個移震 那這個怎麼解釋呢 我們的說法是說前面那個五點八 你說他那群是個群震 或者五點八就是一個主震也好 這群地震誘發了米輪斷層的錯動 地震都是斷層 絕大部分都斷層錯動 正常的話都是斷層錯動引起的 他觸動了米輪斷層 米輪斷層錯動了 釋放能量放出去震波 你感覺到的他就是地震 那麼那麼既然破裂都已經到了地表了 當然這個六點零是一個主震 那麼主震發生之後會有一系列的移震 這移震發生在哪裡呢 就是破裂的那條斷層的周圍 幾公里 四季二十公里 這都還在他的周圍 那的確也是一陣就從六七口從正央那一點 正央是斷層開始破裂的那一點 然後他破的過程他是往南破 往南破一直破到花蓮市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那個那個七星潭 七星潭這個這個大橋呢 他整個大橋呢受到扭曲變形 橋面上還有高低的落差 那麼沿著這個 沿著這個斷層線 我們可以看看 沿著這個斷層線呢 我們有四棟大樓倒塌 他都位在這個斷層帶 然後沿著最南邊 還有一個花蓮大橋 他也受到影響 然後沿著這個斷層帶呢 這個東華大學的老師們 學生們有到現場去看 他們找到好多裂縫 地表 地表的裂縫 那麼這個斷層的確動了 而且破裂到地表 他他是一個主陣 主陣之後當然會有一系列遺陣 那這個一系列遺陣當然就是在斷層周圍 那這個斷層已經到市區了 當然市區會有遺陣 甚至到吉安鄉 離這條斷層南端也不遠 會有遺陣 那麼未來還會觸發更大的地震 那我們要這樣看 第一個五點八那個 你說群陣也好 他是一個五點八 是一個主陣也好 這一群地震從五點八發生以後 並沒有明顯的衰減下來 遺陣並沒有衰減下來 次數也好規模也好 沒有明顯衰減下來 所以他又誘發了下一個地震 那麼我們現在看下一個地震 他的遺陣情形怎麼樣 昨天震了一百五六十次嘛 那今天到中午也震了說有五十次 那麼到晚上可能就震了 是不是有一百次 如果一百從一百一百五十幾到一百 那到明天如果降到五十 所以我說等著看 如果明天有降下來五到五六十 然後後天降下來二三十 那這個地震就是 Follow正常的 這個所謂的Omory Law 這樣子再衰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漸漸就一直衰減下去 到沒有 所以明天是一個關鍵的觀察期 對對明天很關鍵 好我們剛才老師說了說 覺得這一次的一個摘損點 跟米輪斷層的位置關係 可能觀眾朋友在這段時間也都有注意到 在米輪斷層沿線呢 其實這幾棟特別是倒塌的建築物 都在距離這個米輪斷層的附近 所以不管是七星潭的大橋 或者是統帥大飯店 還有國盛街六號 國盛六街的二號四號四十一號 以及最嚴重的漁門催堤大樓 甚至在後面 在後面一點的 在下面一點的花里大橋 都跟似乎跟這個米輪斷層 有一些的關係 那當然今天有其他的地質 跟地質地震研究的相關學者 他們也帶著學生 帶著團隊去實際的走一趟 用實際的走一趟去 也是做透過的數據 透過的觀察去瞭解 最新的狀況 來看這段一下 在鼓起的路面上拿尺來進行測量 有研究團隊所訪七星潭社區 觀察地裂和房屋毀損的狀況 在當地住了數十年的居民 則仔細和研究人員說明 這地表的變化 都突出來了 你看 你看這房子已經移出來了 這邊都移出來了 另一頭台大地質教授陳文山 也帶領團隊到七星潭大橋 來測量地裂的位置和距離 記錄下數據 要做地震分析 緊接著再趕往倒塌的大樓 其中在勘查完統帥辦店之後 則發現現場的地表 並沒有破裂 陳文山觀察 臨近米輪斷層的統帥辦店 地表沒有變形 初步研判這辦店的損壞原因 可能和地震發生時地表加速度過大 或是和建築結構有關係 而傾斜嚴重的雲門翠離大樓 其實距離斷層帶還有一兩百公尺 所以也初步排除坍塌原因和斷層有關 只是這棟大樓 建置在美輪溪和萬壽溪交匯的核灘地 記者就詢問是否因此地質會比較脆弱 陳文山說這場大地震中 加速震度已經達到0.4G 劇烈的搖晃也可能破壞建築結構 但初步來看多棟大樓坍塌和斷層是沒有直接關聯 而0206花蓮地震的主因是否是米輪斷層在活動 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送不到 我今天要請教吳老師 根據你們這樣子一個判斷 長久的經驗這樣研究下來 大家一定會很想知道到底是花蓮大地震 這次地震究竟是可能是什麼樣的因素引起的 如果說是在斷層 那是不是未來大家在一個住跟建築物的結構上 是不是更要敏感的要避開 或者說有什麼補強的方式 那如果說是地震 那如果是地震的話 那我們能怎麼辦 然後還會不會有接下來更大的地震 大家關心的無非就是這幾個點 OK 第一個是因為台灣地下人愁 所以我們總是這個住家或者很多的公共建設 包括九二十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這個橋樑 跨越了斷層或者住家很靠近這個斷層 那麼所以在規範裡面總是會因為 如果你臨近斷層有一個所謂的進斷層係數 希望提高這個設計的地震力 所以讓房屋的比較結構更好一點 那麼這個進斷層所主要給我們這個建築物 居住環境的危害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所謂的速度莫充 就像我們在甩毛巾一樣 很快的速度 這個你被這個毛巾頭甩到的時候是很痛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所謂的速度莫充的效應 另外一個是進斷層所產生的地表位移 這個在這一次的這個地震裡面 我們有觀察到還有在其他的 這個像921的這個石岡壩就很很明顯的這個地表的錯動的位移 所以進斷層主要就這兩個因素 所以根據臨近斷層的這個問題呢 一個是提高地震力 另外一個如果覺得這個地表位移會非常的嚴重 那麼在臨近斷層的附近呢 就需要有一個進線件的措施 來保障安全 所以如果說像在這一次的一個狀況當中 那當然也有專家研判說也有可能是米輪斷層 加上的所謂的這個地震的共振效應 加長了這一次的一個災情 特別是像雲門催堤這種狀況 特別嚴重是這樣嗎 在這一個米輪斷層附近的沿線的 我們所觀察到的這一個就是土層的狀況呢 他的確有一個一秒的這一個震動週期 所以當這個結構物跟你的土層的這個一秒的結構週期 有所重疊的時候 當然受到的震動危害也會比較大 那麼這個是我們初步覺得有可能造成 從目前很大的這些十層樓到十二層樓左右 房子倒塌的其中因素之一 像這一次真是漢壓就厲害 中越你的家就在這個花蓮 那你那時候有在現場嗎 還是說是家人還在 家人都都在 因為剛好那天沒有在花蓮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花蓮長大 大概從小防震演習或者是都會做的特別多 那地震也確實比較多一些 可是因為到前到禮拜天的地震的時候 其實網路上大家 我們的同學們還在說 這個地震對我們花蓮來講不算什麼 但是到禮拜二的時候 其實光從同學的一些訊息裡面就發現 其實真的是非常嚴重 那有幾件事情很可能必須要談 譬如說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花蓮大橋 因為這個斷層的關係 他有一些 因為有 可是因為其實整個這個 林頂斷層或月梅斷層 他其實一度是從花蓮溪口 沿著花蓮溪一直往南的 所以你今天任何人只要到東海岸 就譬如說我們要到海洋公園去玩 我們要到這個月梅林頂 到這個岩寮去玩的時候 你一定得越過這個斷層 除非像以前的人必須要過河 用划船的過河 不然的話你就一定會做橋 所以那個橋就一定會在斷層帶上面 這件事情大概無可避免 就像到南邊一點玉里大橋 那個橋上面就直接寫著 一邊是歐亞大陸板塊 一邊是菲律賓海板塊 告訴大家說 你就是在兩個板塊的衝擊點上面 做一個地理教室 所以我們從小地理那個課本上面寫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到現場去看 我們老師會告訴說 我們現在歐亞大陸板塊 你現在看到就是菲律賓海板塊 所以其實這個地震 跟我們的生活的關係 本來就是一個息息相關的 那譬如說以前像這次這個米倫斷層 其實不只是這個幾個坍塌的問題 其實地表上面蠻多那個錯動 我們自己很多 像我家人就會傳照片來說 他那邊又看到那個地表 又裂掉裂開來 確實就是跟這個斷層帶上 有非常非常大直接的關係 尤其是地表的錯動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 也都到現場去拍拍照 想說至少做一些紀錄 所以其實應該說花蓮人本來就知道 自己身處在一個很大很長 頻繁發生地震的地方 那當然可能過去每一次的地震 都沒有造成很大的災害 我們可能還很驕傲地說我們的這個 防震系數的房子都特別 我們防震系數都做得特別穩 因為花蓮長地震 所以大家在蓋的時候 就會特別地謹慎跟小心 可是其實看起來 縱使是你做了比較多的準備 這次碰到這樣子的狀況 這幾棟坍塌的大樓 他可能臨近斷層帶 但是至少這個擾動造成了他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們以前的國小 其實中華國小其實也因為在斷層帶附近簽國小 然後舊員百 就是舊的那個百貨公司 其實也因為跟斷層帶很近 然後早期的窯洞 大家變成是圍樓 所以其實也都沒有在使用 所以才搬家 所以其實應該說我們的生活跟地震息息相關 可是你要怎麼樣做好預防 顯然我們縱使做 可是可能大家也沒有特別認真的 謹慎來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次發生這個災害 其實也當然就格外嚴重 不過也有人 也有一些朋友是說 覺得如果這個地震正在其他地方的話 可能災害會更嚴重 因為畢竟花蓮這個地方 因為長期有地震 大家做的ready也相對多一些些 好 其實對於在這次的花蓮地震當中 也有人提出說 這幾棟建築物會倒 那跟他們建築物本身的設計 還有結構也有關係 那也有專家 建築土木結構的專家 去看了以後覺得說 那就是會腳 變成幾種軟底層的狀況 軟腳的現場 為什麼叫輪卡海就是說 他們下面是空的 空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這個賣場也大 什麼也大 有這樣的狀況 那今天呢 其實最嚴重的這個 翠堤 雲門翠堤的住戶 他們其實有出來抗議 他們抗議的 其實也就是這個結構的問題 來看這筆記 一家五口擠在一頂帳篷裡 雲門翠堤大樓坍塌後 部分受災戶只能住帳篷 但下雨就漏水 不只棉被衣服被打濕 帳篷裡也因此積水 說真的也不好住 晚上下大雨的時候都會漏水 對啊 其實棉被都濕濕的啊 對啊 所以住的不太好 有的住戶還把濕棉被拿去送洗烘乾 無家可歸生活不方便 住戶下午特別像附近社區大樓借場地 召開災後的第一次住戶大會 討論如何重建 也提到必須釐清是大樓偷工檢料 還是一二樓被改建成餐廳和旅店 造成坍塌 一般那個旅館改建的時候都隔間 都會把那個牆啊什麼都會改掉 只能說可能啊 我們合理懷疑如此 然後希望檢調單位能夠 政府單位能夠去查這個事情 住戶將找專業人士幫忙鑑定 也希望檢方介入調查 另外居民緊急逃生 很多人身上沒錢沒提款卡 也有民間團體和民意代表來參加 捐款協助 身上都沒有帶錢 而且提款卡什麼都不在 那身份的認定還沒有出來 所以先把身份的部分 先做一個確認以後 然後再做其他後續的動作 針對受災戶生活困難 華聯省政府表示 這兩天就會討論出 救助金發放的方式和額度 最快9號可以發給受災戶 記者王界村徐甄駿華聯報導 好我們也來看一下 我們做了一點中和 就是對於倒塌了這一次的四棟大樓 他的原因是不是真的都一樣 比如說台灣省同目計事工會的 華聯辦事處的處長陳水生 他說都在米輪斷層帶附近 那一樓的柱子多 這個牆提少 擋不住 雙方的樓層重量 結果就跪下來了 比如說像統帥飯店 他是一到三樓塌陷 那這個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 商文彥說 低樓層的柱子 他沒有牆的結構 這個建築物就會出現軟弱層 那另外呢 也有專家說 這個立面呈現不規則 抗爭力相對的比較弱 另外在雲門翠堤大樓呢 他是十二層樓高 然後有V1正面的一到四樓 都傾斜塌陷 那這花蓮縣的建築物施工會的理事長 劉彥虎說 是單邊的起樓加上重量的壓制 那基地疑似土壤異化的潛市區 那另外其他的專家說 低樓層的店面或飯店的開闊空間 一樣就是空間 空間開闊 牆量就比較少 也會形成軟弱層 那另外在國盛六街的白金雙新大樓 還有無居無宿大樓 他們是請邪導 塌陷的一樣的 他們的一樓就只有柱子 所以相對的下盤是軟弱的 那對於這樣子的這個 這幾棟大樓 他們倒塌的原因 真的都是一樣嗎 老師還是 是不是天災還是人禍 這個地震震度到七 而且還有一個現象 他的低頻震動非常豐富 我們的十層樓左右的這個大樓 他自然震動周期是一秒 可是我們看看在花蓮這邊 統賽飯店附近的一個西洋局測站 測到的 他所畫出來的反應埠 請大家看看一秒 地方有多高 你看看 在一秒這個地方 他反應埠加速度已經超過一基了 在一秒 一般應該是底下那條紅線 是他垂直向的 一般應該都是比這個 比加速度還低才對 他衝到一秒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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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個天災 當然一個是震度大 另外一個他一秒的地方 他還特別震動震得特別大 那他會跟這個大樓 都會跟他起公正 所以所以天災這個是肯定的 那至於有沒有人禍 我們這幾天看了好多報導 底層的軟弱層 鋼筋大街的地方 都在一起 枯金太細太少 他倒了以後 你看到他鋼筋的情形 是不夠嚴謹 有偷工的情形 吳老師呢 這一個就是建築物能不能耐震 我們主要是看三個面向 一個是我們的這個耐震設計的方法 規範 這個從以前演進到現在的狀況 另外一個是施工 就是有沒有確實的施工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管理 那落成了以後 假設這些設計跟施工都是正確的 那麼管理上面也很重要 如果這三個層面都能做到呢 我們比較能確認說 那這個建築物在使用的時候 是比較安全的 那其實在這次的一個地震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不只是這四棟大樓 在之前的地震 不管是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那也有其他的學者專家認為說 他跟新莊博士的家 跟臺北的東興大樓 甚至跟兩年前的臺南倒塌的圍貫大樓 他們的這些因素都蠻類似的 一樣的就是下面是 他是一個開放式的賣場 或者是說他有結構做了一些改變 比如說像這個這一次 翠堤這個地方 有去蓋 蓋著做路貫 可能比如說你要重新 你原本的資深大樓的牆打掉了 你改成去做一個一個個隔層房間 隔層旅館房間 這樣子其實對這個整個建築物來說 他其實拆掉這個牆 比拆掉這個柱子是不是更嚴重 我覺得在整個建築的結構系統裡面 梁跟柱還有牆這些幫忙呢 抵抗地震力的結構的力學的感見 都是我們這個住家住在裡頭的人 大家很好的朋友 他來保障我們的安全 所以當你要動到這個梁柱還有牆的時候 你就要想清楚說這樣子 將來能不能住得安心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說 如果你這個房子你搬進去了以後 這個設計跟施工都是正確的 那如果你希望在居家的空間上面 有一些彈性的配置 我知道每一個這個住在裡頭人 每一戶人家都有不同的這個需求 那當你如果覺得你要敲掉這片牆的時候呢 那希望你找另外一個位置 把這個牆補起來 所以如果覺得這個牆體是我們保障安全很好的朋友 就不能把這些朋友都趕出自己的住家 來幫 協助幫助安全 我想其實因為剛剛李老師有說這是天災 確實有這麼大的震度 就是你你住在花蓮你就得知道 你得接受這樣子的天災 那坦白說那就是台灣 今天能有台灣這塊島 不也就是板塊擠壓而成嗎 這就是我們今天能 之所以能住在這個地方 跟這些地震都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每一次的這個地震之後 其實我們到底要做其他 再一次的這個規範的修正 這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當初當初九二一發生的時候 其實全台灣很多的建築物都有做一些老舊建築的體檢 可是當時做完體檢之後 其實多半都是在工部門相關的設施跟準備 他有辦法去做一些補強跟改善 可是對於私有的民間自己擁有的東西不見得 因為政府也沒有那麼強的公權力 要求你必須要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幾年其實因為花蓮這幾年發展觀光很好 那有一些比較老舊一點的旅社都進行一些拉皮 然後讓他可以變成是新的 然後內部的東西做一些改裝 可是這件事情 因為他可能不見得是這麼好規範 又或者是今天在災難沒有發生的時候 這些改善 基本上大家你今天去去去挑戰他去檢舉他的時候 是不是在擋人家的財路 或是我們公佈這個斷層帶上面的東西 哪一些建築物可能是有危險的 這一公佈起來其實就涉及到譬如說地價 譬如說房屋本身的價值 這件事情反而就使得我們對於這些安全的東西 在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可以忍一忍 好像沒有看到 就剛剛講這個牆 住 做一些調整 只要房子基本上看起來還ok的 基本上大家就會持續地來做 那當然其實不會只有門槌堤 這樣改 坦白說 在花蓮或者是大部分的地方 這種一樓是空的寬敞的空間 把柱子盡可能拉掉 這其實在全臺灣 尤其是做觀光旅店 或是做一些活動使用的 不都是這樣子嗎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變成是 我們每一次發生這些災害之後 到底政府要介入多少的力氣 去管制這些事情 然後民間到底有多大的提醒說 ok這是很衰 是衰到幾棟房子 但我們明明也改成這樣子 可是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再花一些自己的經費 或者是用一些什麼樣的政策 去誘導大家願意做這個補強 否則的話就是每一次在檢討 不然這幾年其實每一次強震 然後倒了一個房子 然後大家就來檢討 然後把老舊的建築物重新的再做一些規範 跟處理理解之後 可是如果沒有實際上的改善的話 那這些問題跟風險 就他就可能不單純只是天災的 因為震到這麼大 是我們可能可以想像說 當然還以後還可能會更大 我這一次到底結束了沒有 還不知道 可是如何做好發生地震之後 就在一個斷層帶 就在一個板塊本來要碰撞擠壓的 這個地方的花蓮 或者是東部地區 你要怎麼樣做更嚴謹的規範 這件事情是可能政府跟民間都必須要再進一步去思考跟改善 有人會說說台南人其實很健忘 他事件過了以後就忘記了 那其實從九二一十幾年前到去年的 兩年前的台南圍觀到今天的花蓮地震 老實說大家逐漸對於這個房子 比如說蓋在這個地方是不是敏感區是什麼樣 這些年也隨著許多的災難 也真的是隨著許多的災難 我們可能會政府慢慢有一些的公佈 包括你是不是住在這些淺市區 或是土壤異化區 或者什麼都有陸陸續續有一些的公佈 甚至也會像剛才中越講的 你這個房子怎麼樣 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去做一些的耐震檢查 政府還有其實有出現補助 但是這個政策呢 據說之前推了幾年之後 因為申請人不多 去年底居然就默默的默默的 就停掉了 我們來看這個筆箱 花蓮強震當第四棟大樓傾斜倒塌 民眾再度重視自己住家到底安不安全 專家表示查看的重點 包括一樓大廳的挑空挑高等設計 造成主要支撐柱體拉長牆面不足 如果低樓層為了做生意而打掉隔間牆等 在強震來襲時都可能讓低樓層先坍塌 在大樓為了要整體利用 為了好看為了美觀 後來雖然加了一個小柱子去支撐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那個支撐的連結可能還是有問題 專家表示921地震後 新建的房屋除非是嚴重偷工減料 否則建築物的耐震度都有提升 要特別留意的反而是民國63年以前 所蓋的四五層樓的公寓 因為當時房子設計規劃沒有防震的評估 如果加上房屋結構配置不良 即使通過一些地震的考驗 但隨著結構強度逐漸入化後 還是會有倒塌的危機 因此政府在美濃大地震後 就有補助民眾進行老舊建物耐震評估 但推動兩年來 民眾申請的建術並不踴躍 全台只有1508件申請 因此到去年底就已經停辦 目前全台共有33條斷層 民眾如果要確認住家 是否位於斷層帶 只要在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網頁 輸入住家的住址就能找得到 除了查詢活動斷層分部外 民眾也可以查到住家所在地 是否位於地質敏感區 如果是位於地質敏感區的建築物 就須預作防範準備 新建物也要避免蓋在斷層錯動線上 才能避免下次地震時發生災害 記者委員陳常委會會報導 其實這些年政府也隨著有這些事件 開始有些公布 譬如說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也有足批的公告 像在有公告的十幾條這些的斷層帶 包括一百零三年度是 車龍浦 騎山還有時尚 一百零四年度有 新城 大尖山 新化 鹿野 新竹 山藝 佐鎮 還有米倫斷層 其實有公布 那一百零五年度就是大甲 另外還有瑞穗 騎美這些斷層 陸陸續續都有公布 但是公布之後又怎麼樣呢 公布之後能夠做什麼呢 因為很多房子早就在你公布 或者是調查之前 就像這一次 大家都 你不要說是蓋在這個斷層帶附近啦 隔著一兩百公尺 你可能就是直接在這上面 而且這些蓋的房子的歷史 搞不好都遠比你公布這些 都早很久 二十年 三十年 那這些能夠怎麼辦呢 老師 真的 這個地質法裡頭的這個地質敏感區公布之後呢 對新的開發案是有限制的 一旦你這個開發的基地呢 有一部分跟這個敏感區有重疊 你就整個要做詳細的地質調查 跟做基地的案前評估 那這個報告還要經過審查 那所以他是有一定限制的 那麼對極存 極有的這些老舊建築 那當然法不做計畫 可是你將來在這個 這個再重新要改建什麼 那就會 你又會面臨到你需要去加強調查 那還有我們現在有新的國土計畫法 正在 正正在畫設 那麼國土計畫法呢 也會把這些已經劃定的敏感區呢 考慮進去這個就是說 有限制開發的地區裡面去 那其實說 譬如說這個都是針對公布之後 以後的 那之前呢 其實在花蓮 我們來看一下花蓮 其實米倫斷層又不是 又不是第一次地震 真的也不是第一次 他在這一次 他這一次呢 他是十公里的 極潛的地震 那他的最大級數是七級 那目前呢 就是到中午為止 其實到了晚上已經在七點 以前已經是十死 兩百多傷 那另外在一九五一年 其實美倫的地震呢 他其實也造成六十八死 在一九五一年這個地方 他也造成的這些的狀況 老實說 米倫造成 米倫 米倫斷層造成的這些狀況 我想花蓮在地人也都知道吧 我覺得這其實縱使是知道 不見得會這麼想到 我舉一個例子 兩千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其實就在這次七星潭大橋這個旁邊 其實原本有一個度假村要興建 叫做派蒂娜度假村 那當時他有要做一些環評啊 做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在審查裡面就有提到 這個就位在米倫斷層的這個斷層帶 非常鄰近的地方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斷層帶上 那當時在環評裡面 基本上他們還是敢提出來 而且其實最後並不是因為有斷層 所以停下這個開發案 是因為其他原因 所以變成是我們縱使是製造這些斷層 可是涉及到一些這些開發的利益的時候 就譬如說我們剛剛在講 應該花蓮有個國小 中華國小 以前因為這個颱風的關係 所以那個水淹過來 加上又會在這個米倫斷層上面 所以有被迫要遷效 可是這個土地現在變什麼使用 現在政府也規劃要做商業區的使用 所以變成是說 我們這個縱使是有這樣子一個斷層 現在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上一次又是這麼五十年六十年前的時候 現在的這些主政者 或是擁有權利的人 他可能覺得他必須要把 因為我們地下人稠 能利用的土地有限 必須要把這個價值給提高 那譬如說我們的地質法 其實這個地質敏感區的公告 其實早年就是譬如說美豐颱風的時候 碰到這個八八風災 碰到清淨又滑動的時候 就會再講一次 一直到很最近才慢慢陸陸續續的 才真的比較敢公告 這個地質敏感區 因為你一公告 譬如說之前那個土壤 異化的區域也是這樣子 圍慣之後 大家特別這樣重視土壤異化 你一公告之後 這些建商就說不行了 你這樣公告之後 我的房價就往下跑了 地價往下跑了 房間不會出來了 對啊所以其實這件事情變成是 這些有權利的人 我們到底要把大家的安全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當然我們要談 花蓮最喜歡談這個安全回家的路 因為我們就是身處在一個 就是這麼容易地震的地方 這些安全的事情 你能不能真的 何時的把它公告出來 然後大家做好一些既有的規範上面 做好一些準備 不然的話 縱使剛剛提到環評有經過這個事情 大家也都覺得好像是可以繼續討論 在斷層上可是就在討論多久活動一次 然後好像就要可以過關了 那或者是這些公告民敢去這件事情 一直都有很多的阻力 尤其是民代的壓力 有時候這個不能公告 你一公告我就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不公告的時候 放在網站上 然後大家沒有一個更強的規範在的時候 就會變成像剛剛我們講說這個耐震的 這個老舊的房屋的測量 做了這麼多年 就是一些人敢去測 測完之後發現我是圍樓 那我以後我要我要繼續住嗎 還是我要把它賣掉 也很難賣了 自己住也不安全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大家要把這些安全的事情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不然的話就可能 像剛剛的訪問的民眾一樣 就說沒關係 臺灣人很常這樣 就聽天由命吧 可是明明就 就是你應該自己先做好準備 也不能說我永遠都是聽天由命而已 所以這邊是從觀念上面 法規上面 還有這些政府的推動的制度上面 怎麼樣使得這件事情 更大家更重視 而不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很常地震 所以好吧 我們就是任命吧 不然這樣其實這個 就把這些安全的事情完全放在腦後 其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的確大家常說 住到 人說這是有的時候會 也不是說不見棺材不掉淚 不需要到這樣 但是在一些新的事情又會又牽涉到你自身的 所謂的財產利益的時候 那真的是人性的矛盾跟掙扎 大家都是又就會有一種 拌一下 賭一下 賭個運氣 但是我們也要來看看 在科技部呢 他們也做了一些就是 五十年內在臺灣呢 其實做全臺灣到底有多少 全臺灣呢據說是有這個三十幾條 這個比較明顯的這個斷層 密密麻麻 密密麻 你可以看得到 那其中有幾條斷層呢 有六條斷層 在五十年內會有規模六以上的地震 地震這個資料的來源是來自於科技部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話 那大家可能會眼睛睜大一點 那我們家有沒有 我們的住的區域 有沒有在這當中 比如說在這裡有幾條 比如說是像木基寮到六甲斷層 他就有一定的比例 然後呢中洲構造這裡也是往臺南 這邊上來也有一定的比例 那另外有個厚加里的斷層 那另外呢他還有一個南宜蘭的構造 那另外呢也有米輪斷層也有 其實也有在這當中 其實看到這樣子 李老師看得到這樣大家是不是 就會變得比較大力 但是五十年內 大家可能又要賭一個時間了 是是這個這個我們斷層的公布呢 的確過去是有一些阻力 那現在地質調查所也把斷層的位置 還有他的影響範圍 他的敏感區也公告了 那麼科技部這個就是臺灣地質模型這個計畫 那麼他也發表了論文 那這是在他論文裡面報告裡面 還有論文裡面的一張圖 那那麼這個這樣的工作 地質調查所也在做 那將來地質調查所 他 地質調查所是更加嚴謹 更加保守的在做了 那所以他時間上花了比較久 他將來也準備要公布 公布這樣的東西 那同樣像這樣的東西呢 日本人老早在二零零四年 就前日本所有的斷層 他未來五十年的活動機率 那未來五十年的活動機率 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這個 在未來五十年內 你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 這條斷層會動 另外還有百分之五十機會 他不會動 可是隨著時間逼近 那個未來五十年 他機率就一直高 一直高 一直高 那其實高到這個二三十 其實都已經算是很高的 這個在未來五十年內 或者是就未來幾年 那就就發生動 都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根據我們剛才看的那張圖 你說真的要安居樂業 這件事情甚至還要加上居安 才能居安思維 那其實像這是李老師 您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臺灣地震活躍週期 特別是臺灣西部 我們也看到的臺灣西部 四百年來規模六以上的地震發生的狀況 我們似乎覺得越靠近現代 這個頻率是不是越頻繁呢 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地震以來 從我們一九零零年 才開始有這個儀器紀錄的地震 那之前雖然沒有地震儀 但是我們有災害的記載 那麼根據這些災害的記載呢 這些史料呢 地震學者會去評估它的地震規模 還有震央 地震規模是從受災區的大小 來評估規模 那麼受災區的中央 把它當作震央 這樣來得到的這些地震資料 那我是模仿日本人 日本人也有這樣的圖 模仿日本人 把它把它分作這個活躍期 跟那個平靜區 然後其中還畫紅線 紅線那個是海溝型地震 那麼我們曉得海溝呢 是地球最大的裂縫 它延伸的又長又深 它一動起來規模都是八以上 那因為它是一個季型的斷裂 所以它的活動就是控制了 那個地區的地震活動 就是那個海溝型地震之前 就陸地上就開始會有 有中大型的地震 海溝錯動過之後 接著還會有一系列陸地上的斷層錯動 中大型地震 那比較近一期的 像日本人從那個神戶地震之後 他們就認為這個一個活躍期開始了 那在臺灣我認為是積極地震 積極地震開始是 因為從那個白河地震到積極地震之間五十幾年 陸地上其實沒有災害性地震 大家安度了五十幾年 可是積極地震一發生 大家要注意這個陸地上 這個比較中大規模地震會多起來 雖然在那個平靜期 在花蓮外還是有比較規模大的地震 但是我們講陸地上 這陸地上的平靜期 好 我們看到我們剛剛也有看到說 在全臺灣有三十多條的這些斷層 有一些在這五十年之內 要發生大規模地震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在臺灣的這塊土地上 如果您真的是說 其實大家看看三十幾條 你要又要看一下 真的住在這當中的 或是住在旁邊的真的很多 我們當怎麼居住呢 來看一下 前天花蓮強震造成多棟建築物倒塌受損 為何災損如此嚴重 昨天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黃世健指出 受損的統帥飯店 雲門翠堤大樓都在米倫斷層周遭 推斷建物倒塌和米倫斷層有強烈相關 其實以臺灣過去一百年來看 有三次的大斷層活動包含梅山斷層 臀子腳斷層與屍潭斷層 另外還有921秋龍浦斷層 2014年開始經濟部地調所依據地質法 劃定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至今已完成十四條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的公告 其中包含米倫斷層 而建物的倒塌 除了可能和米倫斷層有關之外 昨天國鎮中心前往統帥飯店 勘查並指出 之所以嚴重受創 和老舊住商混合大樓軟弱底層有關 看到它上面飯店因為是房間的需求 所以它強量很多 可是在一二樓的部分 和台南強震圍貫大樓 921大地震的東興大樓 及新莊博士的家類似 一樓都是公眾使用的開放空間 頭重腳輕的建築不敵地震搖晃 我們以前的建築物馬路邊都會做七樓 然後一樓要做店面 它的牆壁的數量一定會比較少 也有可能會樓層會比較高 那柱子越長它的承受力量的能力就會越差 過去這幾次很多的建築物的破壞都是在一樓 黃世健強調為避免地震造成軟弱底層的建築不堪一擊 防災都更不應該只有拆除重建 也應該鼓勵耐震補強 必要時公權力因強制介入 提升老舊建築的耐震能力 是啊 全臺灣到處都是斷層 那到底該怎麼駐災安全 如果自己的方式就位在斷層附近 那是要補強建築結構 還是說整個房間比較快 這些年來政府一直積極在推動這個都更 那麼希望在改善居住安全的同時 居住舒適的同時也改善市容 那這一方面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 那麼都市更新呢 目前呢除了這個拆除重建 我們有一個新的市容之外 其實呢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呢 是做這個耐震評估跟補強 那麼補強的方式呢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公寓老舊公寓的建築呢 你在這個一二樓呢有軟弱底層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老舊的公寓的軟弱底層來做補強 加強他抵抗地震力的能力 但是呢三四樓的我們可以幫他加裝這個電梯 因為我們這個年長的居住的人可能有這個需求 所以在同時提供不同樓層的這個居住的人的需求的情況底下呢 或許大家會有這個機會來完成這個老舊公寓的補強 那麼我們必須要說我們尊重這個居住的人的他的生活習慣 有些人或許他不喜歡住高樓層的 有些老人家是這樣子 如果說居住的人他想要住在原來的這個老的公寓裡面呢 我想提供居住人一個選項 那他選擇說是要拆除重建 或者來補強加裝電梯 讓所有住人都安心安全 然後也可以拉皮做適容的改善 或許這樣子是另外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或許再說到都庚 因為像其實專台灣公務相桌其實就是在台北 那前內政部長李鴻元說 那如果說同樣的震度如果在臺北 恐怕就是好幾千斗 當然這樣子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狀況發生 但是總是預防要重於一切 預防要重一切 像中越你覺得說像這個怎麼辦 說大家改觀念嗎 還是說大家其實要發揮公民的力量起來 我覺得其實因為剛剛其實我老師有說 這個都市更新的部分 其實確實我們以往都市更新感覺就是砍掉重電 然後要蓋一個更高的房子 可是其實有很多的補強 其實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但是應該說政府的政策要怎麼樣 讓這個補強這個概念 包含剛剛講電梯這個現在是幾年在講這個長照二點零 其實都是跟居住跟生活品質 跟老人家的這個生活有直接的相關 那怎麼樣把補強這件事情 或是稍微改造一點點 使得這個房屋結構更穩定 又不是不見得也要拆除重建 這件事情也讓大家也更清楚知道說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改善的方案 然後當然民眾要致富多少額度 政府可以協助補貼一些多少額度 這個事情是應該可以處理的 那同時我覺得剛剛在講這個過去在公告這些斷層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壓力 我真的覺得這些壓力必須要去撇除 那我們有些朋友是說 幸好還是在東部 雖然還是發生很多的災難 因為如果是恆春斷層出事的話 就河三場會出事情 我們有太多的公共建設 在過去沒有做好斷層的評估的時候 他是蓋在斷層上面的 一些重大的一些公共建設 所以回過頭來是我們怎麼看 剛剛看西半部有非常非常多的斷層 這些事情這些 這些斷層上面一定都會有建築物 會有高速公路 會有很多重要的國家建設 從國家的角度 我們要怎麼樣去維持這些事情的安穩 不能把它怪成天災嗎 我們明明就知道有斷層 我們明明知道這些斷層是很活躍的 在臺灣還會常常發生的 我們怎麼可能怎麼去加強這件事情 從政府的角度去下手 那民間的部分也也不要再被這些壓力 被這些地價所綁架 這真的是該公告的公告出來 大家一起做好預防 我相信其實我們能做的東西 就是盡可能預防 還有盡可能做好這些逃生的準備 可是逃生是其次 如果前面能做好預防的話 這兩件事情同時做的話 既然地震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這麼清楚預測的這個天災的話 能做好就是做好我們現在 所有可以做的準備 包含政府包含民間 每一次地震不要再懊悔一次 不要再大家好像很努力 在捐款來解決這個問題 捐款那是解決現在受災戶的問題 可是你怎麼樣把一些錢 用在自己身上面 自己身處的地方 怎麼樣使得他更安全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全民 包含從政府到全民 都應該一起來執行的 好其實我們剛才提到了 也談到很多 包括說其實像老實說 剛才一直提到就是說 包括這個房子的建築結構 建築結構這件事情 其實是人可以做的 人可以做的 包括公部門也可以確實去做一些執行的 那其實不僅說我們看到發生意外的這些房子 其實我們說的 在臺灣太多地方了 這樓下是大賣場 是超級市場 甚至是地下室 就不見得可能 可能不見得是在一樓 他不見得是打掉一樓的這些柱子或牆 但他可能是在地下室 那可能很多人就說 地下室這個叫物盡其用 這叫做嬉皮紙巢有膏啊 住在這一帶這個房子這樣子 去整個都利用到完全 但是我想要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包括這個地下室 我們對這個地下室 比如說比較做停車場 或是B2做停車場 B1來做一下這個賣場 像其實這樣在大臺北地區 次數都可以看到 但像這樣子 其實有沒有潛藏 那一樓開放性空間賣場 或者是旅館的lobby什麼 這個大家都喜歡這樣做 那你一定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那個結構設計就更加謹慎 那麼有地下室的存在 我們今天也談到那個土壤葉化 其實你如果有地下室的話 那個土壤葉化成可能都已經被你挖掉了 所以地下室對這些防震來講 這其實也是有正面的幫助的 但是如果說像這樣子的話 管委會或包括這個民眾 其實都要是不是要起來 眼睛放亮底去檢查自己所居住的 其實董大樓沒有錯 我覺得其實因為剛剛其實 李老師有提到現在國土計畫法正在施行 在劃設很多環境的敏感區 可是其實不管是在不一定是地震 就是不同的環境的敏感區 在劃設的時候其實都碰到蠻大的阻力的 尤其是下到地方政府要做劃設的時候 其實都盡量不要劃敏感區 因為一敏感區 那個也不能做 這個也不能做 去干涉到這個土地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發生一個這麼大的事件之後 我相信從大的方向 一些政策方向 我們在做這個國土計畫 在做地質法的一些公告的時候 其實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把它公告起來 那公告這些事情 資訊完全的揭露之後 其實相對應的是 從公務部門怎麼樣帶動大家 開始來做一些改善的東西 那我相信其實要頒遷 這件事情其實涉及到個人的 不管是財力 或是個人的社會情況 不見得這麼容易 可是我們怎麼樣做好 做好這些事情的準備 那就剛剛其實已經提到 就是補強 或者是一些方法上面的改變 然後怎麼樣使得更多的人來做 這樣子的協助的評估 然後能讓我們的社區 能讓我們居家附近 能夠更安全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剛剛在講 那個斷層帶上的這些 這些這些狀況 其實是應該更可以謹慎的評估的 那包含公共建設的班前 公共建設相對來講 政府只要花錢 他就比較容易做做做做移動這樣子 可是民私有的東西怎麼樣去使得大家 不要不要受到這個地價的影響 拿來做一些改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說的這個補強是真的 其實這次導的這個統帥 他是一個老飯店 那之前其實他做的方式 就更有點挑高的那個樣子 後來據說幾年前他有去補強 他有另外弄一個面牆 但是好像沒辦法 這次地質一樣是沒有辦法 所以在這個補強這件事情上 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補強是確實是一個經濟有效的方式 但是我建議這個所有的就是建築的使用人 對這個補強有需求的時候 希望能夠尋求專業的意見 技師的意見 然後尋找可以可靠的施工的廠商 確實施工 那在這兩個條件之下呢 其實補強是一個經濟有效的方案 所以是真的其實有效 是可以做的 是 我補充一點 統帥他的補強可能沒有針對他未在斷層 帶來補強 他忘記這件事了嗎 特殊或是說會覺得沒關係 還是怎麼樣 他可能不曉得這個事情 不曉得他在斷層上 對 所以在地震發生之後 我覺得可能大家不要再比這個捐款 哪一家企業捐得多 而是比看來大家願意花更多的錢 來補強自己的建築 補強自己的公共設施 不管是飯店旅館或是自己的夜市 或許企業把錢用在這件事情上面 可能對於安全會更重要 夜部上面 人在左邊 天吳哥你大概沒有 有 來這裡工作那麼容易 要電保 電保是什麼 以前要保證人啊 不然的話怕你損毀公務 沒有人賠償啊 電保 我就不懂這個詞 因為你沒有找過工作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留言2017年最喜歡的兩部公式節目 就有機會獲得相關周邊產品限量負擔